林智玲除了仰靈身材正之外 她把嬌地迷人的星线 也是她的icon之一 日前她就获台湾一个繁高展览邀请 陆济语音导览 为参观者作出专业的介绍 这日她现身寄招的时候 就分享了她这次陆济语音导览的感受 很精彩 那我自己觉得 当然也感受到她这个人生创作的旅程之外 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次请大家进到美术馆 然后听陆济语音导览的语音 为什么她有海拔呢 Chilin对美术的了解 除了是因为她未入行之前 曾经都做过美术助理策展人 加上她读书的时候 也得到教授的一些啟发 令她对美术有更加深的感受 我自己本身大学的时候 是学的是经济学跟西洋树律师 什么都有答案 一定有标准答案 可是美术她没有 那个时候我的教授告诉我 她没有标准答案 永远没有对语错 一定要向自己的双眼 去看 去感受 用自己的语绘 去有自己的见解 她没有对语错 我觉得她就像人生的画布一样 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 或是最后一年 或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再有一些空来的更好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和我们自己的见解 没有对比错 也只有自己才知道 感谢观看